她明明已经脱胎换骨 已经端庄起来了 转瞬间又变成野蛮女友 我自己觉得挺过瘾 抬手就打 她确实有被我打梦掉 张口就骂 但我觉得她非常有才华 在这一方面 看赵薇如何旧招变新招 大明星放下身段秀泼辣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赵薇 此时此刻的赵薇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赢明物上 已经端庄起来的赵薇 却偏偏要在爱纳屋里 塑造起莽撞泼辣的 北京单亲妈妈小燕 所以当有诚泽找到赵薇 说服她接戏时 她还真有那么点犹豫 我对你没有偏见 生活中我不太骂人 也不太跟人吵架 但是演戏的时候 痛痛快快地去骂别人 然后那个词也都是写好的 你一起喝声 痛痛快给喷出去 我自己觉得挺过瘾 因为她回骂我 她也特别争执 她真的很讨厌 我说你神经病啊 我当时就真的是很想乐 这样 因为我是问她 我说你要真的还是要假的 因为我的习惯性 我肯定是真的 包括别人打我 我也说你不用怕我疼 你尽量真的打我 我这样出来的感觉是对的 要不然我一切也被打到很震惊 很疼的感觉更难 你真的打我 但我不知道人家是愿意 还是愿意真的打 我也问她 你真的打假打 她当然来真的了 然后我就 我们就下去了 她回来表情就很震惊 我下水中 如果说伶牙俐齿不饶人 是为了表现小叶 嘴上不肯吃亏的自尊一面 那么暴打男友 则是为了表现角色性格中 飘悍自强的一面 毕竟一个单亲妈妈 带着小孩辛苦度日 没有两下子难免会吃亏 想必这个角色心里 也充满了不安全感吧 爱闹里的小叶 不仅脾气急还妄性大 身为房屋中间 却总忘记带钥匙 经常要穿着裙子爬墙进院 真是喜感十足呀 不过这个情节 小燕子迷们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 没错 十四年前 赵薇演小燕子时 就经常上树爬墙 但如今再让赵薇顾忌重演 还真是够为难 挺辛苦的这样子 真的是卡在那儿了 那些台词全是真的 我就是扒在房间上去说的 王先生 你在干嘛 你过来吐一下 王先生给您看哪 而且也没有什么钢丝 吊着你啊 或者两边有人护着你 都没有 真是把你挂在那个墙的中间 跟毛巾一样搭在杆上 你知道吗 然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 我一失手也真的会掉下来 其实那真是真实感受 这样子 你赶紧点让我下来吧 我真是挺难受的 这种难受 恐怕不仅仅是怕 自己掉下来的小恐惧 也是一个含辛如苦 独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 面临各种生存压力时的小无奈 赵薇的这段卖力表演 让小叶的美与忧愁 甚至窘迫都深深地 映入观众脑海 让所见者 包括台湾帅哥 都不禁心生怜爱 可以说 赵薇虽然祭出的是 14年前小燕子的三个法宝 但用在爱Lovely小叶的身上 不仅不让人觉得重复 反而令角色更加深入人心 而看到赵薇如此畅快伶俐的表演 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 其实孩子气的这个东西 我并不想把它丢掉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会丢掉 还有老顽童这个词呢 我觉得有些人 他这时候一直都有 我相信我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我的爱不休息 我的心随着你 无论你将飞到哪里去 你 你 有个人 想我 稀 我 στην 感谢观看